各位長官貴賓 歡迎回到智慧電動機車科技創新座談會 我們第一場的講題是 智慧電動機車交通產業推動發展 接著我們就熱烈掌聲 有請我們的主持人 交通部政務次長 黃玉玲 黃次長有請 我們林部長 他是要陪我們 這個forum第一場都進行完 他才要離開 而且在加碼 大家談完以後 他還要針對大家談 再來具體再跟他多聊一下 認真的補充 我們再打破一下 今天是大概我們台灣第一次 由交通部跟經濟部 還有等一下我們的科技政委 我們的公民心政委也會親自立臨 第一次做什麼是一個跨域的一個整合的一個座談會 今天除了我們在座 不管是油車 電車 或是我們今天也有基礎建設 這個充電的屬電車 我這裡要多介紹幾個人 大家都知道今天是一個跨域整合 一個系統整合的一個會議 我們台灣的第一次 第一個就是我們中華智慧運輸協會 張永昌理事長 這個是我們ITS 那講到ITS 我要介紹我們台大先進公共運輸研究中心主任 張學孔 他是ITS的鼻祖之一 我跟他認識二十幾年 我們中華民國物流協會理事長 王清峰理事長 談到物流 我們就有物聯網 亞洲物聯網聯盟理事長 黃越南 我們還有台灣先進電動載具協會理事長 謝慶儀 所以看到這樣 當然在座還有很多相關的好朋友 看到這樣的一個場合 這麼多元的人來 應該是第一次吧 永昌兄我講的有沒有錯 這個就是我們林部長他想要達到的這種跨域整合科技整合系統整合的第一場的安排 他剛剛講到我們有一個交通科技產業匯報 事實上有十五種先進的這個領域八種產業 後面呢還會一一再來登場 這個是第一炮 大家拭目以待 那再下來呢 我要來介紹我們今天的引言人 第一位是我們經濟部工業局長呂振華 他來跟我們講先進機車產業發展的現況跟前瞻 我們來歡迎王穆恆是我們交通部科技顧問室的主任 他等一下會來介紹我們全球第一個實質的場域的實驗的這些成果 我們現在在三個校園有機車物聯網的實質的場域跟大數據 最近我聽說日本已經來取經了 所以從兩位引言人的內容我們就知道今天一定是跨域的 這樣對不對 對 所以感謝大家麗麟 謝謝 我們就首先來邀請旅局長 部長 市長還有柯社長 各位理事長各位業界憲勁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午安大家好 好 這個非常高興跟次長報告前瞻設辦的絕對是有口碑 所以呢才能集合這麼多人 那再加上部長次長的加持 讓我們有機會跟大家分享在產業政策推動的過程中的一些經驗 所以接下來我會跟大家報告的是我們的產業發展跟策略 其實我是回來兩家我第一個工作公子是在交通部 是在閩南局也在航正師待過 不過那時候是在長沙街 新大樓還沒蓋好我就到經濟部去了 那今天大概會跟大家報告幾個重點 就包括我們怎麼去推這個產業以及需要大家怎麼樣共同產官學院 把這個國家創天學系帶動起來 然後除了在台灣這邊試練之後 我們還有很多在國際的一個機會 為什麼要推電動機車 電動的車輛其實在過去都是由三個部會共同來推動 哪三個部會呢 環保署 交通部 那環保署大家知道大家希望能夠有好的空氣 好的環境 那交通部呢 大家這個運氣的部分 跟剛剛部長特別提了說 做車裡面進行出廠前我們做 出廠後那個安全那個部分就交通部 現在連修理的機車行我們也要稍稍照顧一下 所以我們等一下也會做個說明 那進一步當然就是希望把這個創新的運氣模式 把這個產業鏈能夠把它帶動起來 讓我們用的這個各個的零件都因為在新的科技導入之後 能夠有產業的升級 產業的轉型跟產業的創新 那新的模式會怎麼樣呢 因為你導入很多科技物聯網之後 其實你會包括個人化的部分 或者是你是安全的部分 或者是你的便利性 那甚至有一些貼心的做法 包括車礦的診斷以及預知的保養 那甚至很多車主是很高興 在他生日的那一天 有一家的設計是生日那一天會唱生日快樂歌給你聽 所以這個其實是很多這種新的應用會在這裡頭去做呈現 那這樣的推動的時候 同時環保的能耗標準也會跟著改變 我們知道現在是在環保的六期 2021年110年會開始做七期的標準 那我們能運局也有能耗的標準 所以目前六期的車子其實對環境的部分 不管在液氧化碳或是碳氫化合物 或是氮氧化合物都比五期有顯著的進步 那這個也是環保署 為什麼也在這邊也可以幫忙的部分 那我們機車的產業現況大概是這樣 每年會新增大概67到99萬 大概Average來像80萬上下 那也會每年會有報費 因為有一些太舊換新的政策 那以及新的一些 他有些年齡到了之後 他太舊換新大概平均也大概87.5萬輛左右 所以每年的保有量 就是在這個掛牌數裡頭 大概就是現有的 只要是這個公路總局都有數字 大概一千三百多萬輛 那裡頭燃油車過去是比較多 所以從101年度大概9成8 都是燃油機車 那等到去年他大概電動機車起來之後 大概燃油車升到90.4% 那電動機車也有過去我們這樣 大家在座各位也其實都是產業裡頭 有些陸陸續續投入的 那從1.4%現在大概佔了9.6% 就差不多10%左右是電動的 那還有2.8萬輛的這個機車行 這機車行有很多種 一種是總經銷的 另外一種是他大型重型的旗艦店 這個是同品牌的 他會瘦單位自己 或是車廠授權的專賣店 很多很多是鄉下 他可能那個村那個裡 就這麼一兩家 他就老闆自己做修理 所以呢 這個有的做修理腳踏車 有的腳踏車之後變成摩托車 就開始就做修理 他的一整家就是靠他來做這個行李 所以這個其實大概的架構是這樣 那過去這一段呢 我們確實大概都是製造商自行去做品牌的這些 包括教育訓練等等 我們最近開始有幾個 不管剛剛部長講說桃園的部分 新北的部分我也去 所以呢也跟這個全國聯合會也做一些討論 我們覺得在今年開始 我們就做一些教育訓練的協助 那我也會爭取一些經費的支持 那在107年的時候呢 我們就有合定一個方案 107到111年 當初就是依據這個方案 希望推動環境的部分 有3310站的充換電站 以及希望有22.6萬輛的這個電動機車 能夠在這過程中 我們透過補助的方式 來提高民眾的購車誘因 對於重型的我們是補助是1萬塊 那對於那個重型就是差不多 那個125CC等級的 你如果差不多50CC那種的 差不多是我們7200塊 如果你用國產電池會多加2000這樣子 台風也都很打拚 各個縣市首長也都願意在他的能力所級 去做加碼的補助 所以像頭園 他台灣二行程換購電動機車 他額外會補貼18000元 那充電站的部分 我們有兩種 一種是跟業者合作 那這個是由業者去建 然後補助其中一部分 大概2310站 那另外一種我們跟中油 去做公共建設的一個合作 充換電的比例大概10台裡頭 有一台是充的其他的 九座是換的 所以這樣的模式 我們希望能夠把環境做好 那我們也推動 希望能夠有共同的零組件 能夠讓他的經濟規模能夠提高 車價民眾可以享受到 比較好的一個平價的一個車種 那外銷的部分 有些廠商也很願意 東南亞國家 越南或者是印度等等 有些做一些營運模式的洽談 那同時也有一些銷售過去 那另外 部長 省部長剛剛有提到 充換電標準的部分 這個本來我們希望 大家一起能夠整合 後來討論完之後 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所以我們目前充電的部分 是已經有一個充電的標準 那換電的部分 就要求到安全的部分 那剛剛講跟國運事業 有一些創新的營運模式 這個也在進行當中 所以經過這樣推動 以前大概在前104年以前 大概都是1萬輛以下 大概這幾年 大概就是目標都是9000輛 9000輛這樣子 後來有 Gogoro進來之後 大概 一年就是2萬 4萬 8萬 大概這樣的 range 再調整 那另外 我們剛剛講 以不同車廠 不同縣市 我們也有做這樣的一個統計 那同時充換電站 北中南的部分 這個是統計到4月26的部分 大概目前電池交換站有1231站 充電站有1343站 總計補助了大概20萬輛的電動機車 那另外新的模式裡頭 我們也跟 譬如說 光陽跟威魔科技 就用手機APP 隨租隨緩 那最近 Ionex的機車這個換電的模式 是跟和雲行動服務 所以這樣的模式 也在進行 那這個威魔是在台北市啟動 然後之後呢 雙北也都在進行 那同時呢 有一些商務的 油物的載配 素食的外送 公務的運用 那甚至有些公園園的園區旋邏 甚至國家公園 這個環境本來就更需要 能夠保護的部分 也用了電動的車輛 那同時呢 我們看不同的品牌 它有不同的充換電的模式 這個包括 這就請大家參考 那剛剛提到的 我們在去年的6月 這個前置作業是很長 因為它要把安全 要把它導出來 同時大家要共通 而且變成一個未來的這個 產業的標準 那以及呢 國家的標準 那充電的部分 大家很有共識 那去今年的3月12 就納入補助要點 所以未來在充的部分 大家是一致的 那換電的部分 因為大家討論完之後 還是有一些意見 那我們其實 產業的推動 要大家有共識才去做 所以目前是用安全 當它的基本的要求 那未來這種充換電 新的車款 我們知道 你看這充電的連接器 它本來長這樣子 現在變成圓形的 那這個腳位等等 這個都需要制度的建立 所以我們現在都已經完成了 所以它在測試中 那公共場所的部分 也會加入這個 那未來大家會想說 要不要更多的評價化 更多的智慧化 或者是年輕人的部分 它重型等級 或是女性 或者是年長者 那這個有不同的客戶需求 那我們也跟製造的廠商 大家去談說 那你重型的部分 4-8kW等同125CC的部分 現在有37款 那輕型的有22款 小型輕型有4款 所以每一個人 每一個族群 就會跟行銷的segmentation 跟target 跟position 去做它這樣的一個市場 族群的開發 那我們當然在產業技術的部分 工業局也會針對關鍵的技術 以及共通的組建 或者是智慧系統裡頭的 這些智慧的整合 透過產創平台 或是S Plus的計畫 協助廠商來開發這些事情 那廠商需要國際合作 需要新南向的協助 這個我們也會去 在產業的一個高峰論壇等等 來去做協助 那剛剛講到機車行的部分 所以它一些技能的維修 或是店面的部分 如果他要把它擺置得更加整齊 以及呢 引力模式 在油電共存的車行等等 或者是要融資等等 現在院長對於中小企業的這個協助 是特別的著重 所以也希望說 能夠多提供這些中小企業 一些像會計的諮詢 或信保基金的優惠貸款 還有輔導專案的部分 讓他能夠在轉型升級過程中 能夠有財務的協助 那以上的報告呢 因為時間剛好到了 所以呢 我們這個 如果您需要進一步的資訊 這個到工業局的網址 到我們的臉書 我們臉書有二十幾萬的粉絲團 或者是電動車的補助資訊 直接連上去 那希望大家 在產業發展過程中 找尋你的信物方程式 大家一起把安全 把產業有競爭力 又能兼顧環境的這個電動車輛 一起往前做推動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呂局長 謝謝 請先回座 謝謝您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有請的是 我們第二位的引言人 讓我們掌聲歡迎 交通部科技顧問室的 王沐恆主任 有請 部長 市長 柯老師 呂局長 各位先進 還有我們今天工作裡面 最重要的夥伴 千萬不能忘掉他 我們商業院的夥伴 好多好多同仁 這兩天都一起來幫忙促成的 今天這個會議 那以下 我們從交通部的角度 來跟各位報告 今天我們請大家來這個地方 其實大家看到過 跨領域溝通 跨領域交流 其實對於未來的產業 對未來基礎 都是佔領一個非常重要的 這個關鍵的影響力 那我們來看看 我們今天講的 推動智慧聯網這件事情 對我們交通的領域 未來會造成很多生態性 跟革命性的改變 以前我們的交通工具 就是一個駕駛人 取得了駕駛執照之後 他就操縱這個車子 他所有表現反映出 他的行為 他的經驗 但是物聯網的這個 其實在來臨之後 他其實帶動了一個 新的眼界 就是說除了我們個人 可以注意之外 我們還有沒有其他 從科技的角度 可以幫助我們 能夠增加我們的安全 幫助我們更多的效益 這個東西 會帶動我們很多 生態的改變 所以在這一開始 我想用個廣告上 大家常常在講的一句話 叫做科技始終來於人性 但是人性 往往也會受到 科技的影響而改變 所以我們很多 社會上的一個行為 基本上 就會因為一個 新的產品出現 大家適應這個產品之後 又產生很多 許許多的行為 那我想這是今天 為什麼交通部 要跟經濟部 在這場合 談機車的時候 一個切入點 就是我們與其等待的 這些行為 已經產生了之後 我們從後端再來去思考 我該如何去幫助 去精進去改變 我們為什麼 能不能夠在 一開始的時候 在這個技術產業 在形成發展的過程之中 我們可以 從我們的經驗過程中 看到以前一些行為上的 可能盲點 能夠在我們發展 新技術的時候 能夠利用新技術 把它這些盲點 事先能夠做個妥善的處理 那這樣子我們發展出來的東西 不只可以改變 我們現在的問題 更可以增進 我們將來更好的 一個幸福的觀念 所以我想接下來 我們就是 從這個角度 來切進去來看 那我想物聯網 這件口號 被提出來的時候 它的影響層面非常廣 那當然在交通方面 也避不開 這一個影響的趨勢 但是全世界在做 談 車輛的物聯網的時候 大部分是以 四輪車以上的觀念 在思考他們的一個 應用機會跟未來 但是 這是因為它的使用環境使來 但是在我們的國家 我們有龐大的 機車的使用主區 那這一塊 在世界各國之中 它比較偏費 在四輪車的部分 少去談到 二輪車的這個環境的部分 那我們從產業的規劃去看 光是一個 車聯網的這個技術產業 可以看到這個 國際的統計的趨勢預測 到2025年的時候 單會上到的 850億美元的 這樣的一個 產業的規模 所以所有這些 技術的應用的東西 都是一個非常有機會的 一個市場的存在 所以從這個角度 我們剛才看到 對我們台灣來講 它當然是一個機會 當然台積會之前 我們也可以看到 我們自己的挑戰的地方 這張圖形是我們 常常在台灣拿出來 給大家去看到的一個現象 台北橋上班時間 辛勤的國民們 大家騎著摩托車 從家裡面 往辦公地方的去行走 我們的機車 在我們總車輛數裡面 已經達到我們人口的 將近一半以上的一個地步 百分之六十幾的車輛 是在我們機車 我們不用看太遠 我們把跟台灣 在地理位置相近的東南亞 甚至南亞地區來看 其實大家 這個地區 也許是氣候的關係 也許是大家的經濟環境 產業的關係 大家都有非常類似的背景 所以從這個表裡面來看 有相當多國家的產業機車的部分 占他們國家的總機車量 都達到五成以上的這個水準 所以今天我們推動這事情 我剛才記得聽到 省部長在被聯訪問到一件事情 我們一定要有規模 我們才可能去做出 我們將來一個發展的機會 那台灣本身 已經存在了這樣一個東西 那這些東西的存在是一個事實 那我們也相信在未來的世代裡 機車是不會被消除掉的一個交通工具 因為它有它天生的優勢的存在 那所以這樣子 我們更應該正視這些車輛 我們如何在未來世代在發展過程中 讓它賦予新的機會 跟新的一些面向 從交通單位來講 我們最大的痛當然是看到 人民在使用這個交通工具之後 衍生出來的交通安全的問題 那從這個數字裡面可以看到 在我們國家過去這五年裡面 所有的交通死傷的這個事故 統計起來看 我們光是跟機車有關的 就佔了七成以上 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一直在從事在交通工程 在執法 甚至在教育上 努力的去嘗試去改變這個事實 但是即便是這樣的努力的過程中 到目前為止 我們還有這麼大的比例 是因為機車的使用關係 所造成的一些這個事件 那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 除了我們剛才講的 交通工程 教育 甚至執法這三樣東西 我們還可不可以再多做一點東西 就在我們的機車自己本身 在這過程中 我們可不可以發展出一些技術 能夠在危機發生之前 我們能夠判斷的出來 能夠主動提醒我們的這些使用者 讓他能夠提早做反應 那這樣子這些問題 不幸的事情 是不是可以被減少甚至降低 那除了剛才這個比例的關係 各位再從這張圖表再去看 這些比例裡面 我們更痛心的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很大量的事件裡面發生的族群 是在我們18到24歲 這樣的一個族群裡面 也就是剛拿到這個駕照 或是年齡剛進入到了一個 即將要芳毛 輝環的一個歲月的時候之前 發生了不幸的事情 那這些裡面有很多都是 我們現在所謂大專學生 那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接下來 在談我們機車產業的時候 我們等一下會跟各位報告 我們在選擇一個場域的時候 為什麼選大專院校 作為我們第一個所謂的 車聯網互動式的一個試驗的場域 那這是一個展望的未來的 另外一個基礎來看 當然機車電動機車 對機車傳統計程度 它目前還在一個萌芽的階段 但全世界目前來看 大概2017年去年來看 它的整個全球進出口 並沒有到非常龐大 但是就代表後面的一個 存在的基礎的成長空間 是非常可以想像的 那在這裡面 我們台灣在電動機車進出口 目前站在國際之間也才只有到 1.3%的這個比例 換言之以我們國家的產業基礎 跟我們國家的產業技術能力 我們應該對這塊的成長的機會 是非常期待的 當然這個整個發展 並不是憑空橫向出來的 政府在過去這段時間裡面 進行了產業政策的追逗 通過這些補助等等 我們當然提高的看到我們的 自己本身銷量的一個成長的狀況 有了銷量的轉型之後 包含我們從事原本更生 就是電動車的這個車廠之外 我們油車的車廠也開始 關注到電動車的這個 世代的一個發展 所以現在來講 可能就是國內所有的電動車廠 大概都有這樣的想法 我們要怎麼去迎接 我們前面所看到的世界的機會 跟台灣的機會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電動機車的這個比例 逐年逐年的提高 那當然有講到2019年 我們大概就可以在整個銷量 達到10% 如果我們用這個當作門檻 它可以到做一個 booming的階段 也就是從這裡做後 它是一個產業 正式進入成熟的過程 那整個產業的產值 也高達到了百億的大觀 我們現在看很多的東西 都不是單一的來看 我們現在看任何的事情 往往必須用一個所謂的 生態系的角度來觀察 我們有的產 我們有了很好的component 如果我們有整車廠 component的出處 可能也會有問題 有了整個整車廠 可能我們還要有個通路的地方 來去想辦法把這個產品 推到我們的民眾 讓我們民眾接觸跟使用 當然最後這件事情 除了車子之外 現在更進一步的 很多往服務的角度去看 剛才有講 在過生日的時候 我們可以去給你唱一首生日快樂歌 那也許將來我們可以在 你經過一個很重要的賣場的時候 我們可以在這個訊息告訴你說 這個賣場現在正有什麼樣 一個促銷的行為會出現 或是說你即將面對的一個前面 你還看不到的一個擁擠 它可以提醒你前方 在多久之後 可能會有這個狀況 所以這些都是一個 服務的新型態的存在 跟以前我們傳統 車子是一個獨立的東西 駕駛人是個獨立的個體 所以未來這些東西 都是有可能會形成一個 互相影響的叫生態系 所以這個蓬勃的發展的市場 不是一個單一切割的一個工業市場 它其實是一個完整的一個服務的期待 當然在這個過程中 政府在這裡面 除了產業自己的努力發展之外 政府當然在這個地方 必須要扮演一個適當的一個角色 那尤其是我們常常講 infra的這個部分 我們的充電的環境 我們的停車的環境 甚至我們路車之間 也有可能會提供一些訊息的時候 這些環境是要由政府來承擔 所以在這過程中 以往也許並沒有這樣互動的關係 但是在未來的角度 這個政府會必須要改變我們的角色 跟這些業界的產品的發展 要產生緊密的互動跟連結 那未來我們常常講 在Apple在出現手機出來的時候 大家以前去問 什麼是手機 我想大家直接回答 手機就是打電話的東西 但是Apple出現之後到今天為止 大家大概已經不會這樣去講說 手機只是一個電話 今天即便是我們家中的長輩 大概也不會只用手機來打電話 他還會有視訊 還有其他種種的東西 所以手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那我們的機車 未來會不會從以前 就是單純的兩人的動力機械 將來可以變成一個 生活之間的連結的工具 那這個東西是可以想像跟期待的 所以在未來之中 我們現在把我們現在所接觸到 產業發展的一些關鍵的技術 我們把它結合起來 已經可以看到這些的東西 但是這些東西跳脫 原來傳統機車單純 只是個交通工具的角色 已經擴散開來 那未來一定還有更多的 一些可能在 那在這過程中 就是我們講 那我們要怎麼提早知道 這些事情會發生 我們怎麼要知道 提早為這些事情的行程而做準備 那這個我想是 我們在做整件事情的時候 一個動念跟思考 我剛才還跟各位先報告了 18到24歲是我們目前 機車事故最主要的族群 但是我們知道這些族群 可是我們知不知道他們的行為 或是他發生事件 當下的一個可能環境是什麼 我們可能從事後的角度去看 那所以我們能不能夠 在這些事情的 整個日常運作過程中 就開始跟他接觸 了解這些資料 所以我們在台灣的三所大學 都是規模比較大的一個學校 這裡面都有比較多的機車使用的學校 我們跟他建立一個合作的關係 在這些學校裡面 我們跟學生產生溝通 但他既有的車輛上 我們可以放上一些 所謂隨車的設備 那我們也在學校裡面 50處的易造勢的入口 透過造勢資料 找到這些位置所在 在這些地區 我們分析他造勢的形態 那在這些地區 我們放上了 我們所相對應的改善設備 那我們在這個過程之中 等一下我們來跟各位報告 從這裡面 我們看到了什麼機會 這就是我們剛才講 一個簡單的示意概念 一個車輛原來只是一個獨立個體 那他跟這個暴露的關係 就是一個駕駛人 跟他自己的關係 現在未來的交通狀況 他可能會跟路側的 其他的設備產生互動 他也可能跟他之間 有相對應關係的車子 會產生事前的互動 那這些互動的目的 取得的這些東西 就是讓他掌握先機 能夠在他發生危險之前的時候 能夠發生 這是簡單的例子 其實並沒有什麼顯著偉大的概念 但是你坐下去之後 他就有相對很重要的一個改善出現 一個所謂在一個斜坡裡面的急轉彎 這個車輛在校園裡面 這個地方他看不到這個地區的時候 他不知道他的速度 不知道下面的 就是有一個十字路口的時候 他往往在那邊發生車禍 在一個看不到的轉彎的 一個U型curve的地方 這地方他可能跨越中線 但是當他轉到中線 就發現對象來車 來不及閃避 發生車禍 比如說在這一個轉彎的路方 他看不到這邊 右側來車 左側來車 他以為沒車 他過去的時候 就發現到那個地方 發覺有車來 那我們怎麼掌握這個訊息 靠我們路旁的各種 可人的相對的偵測 掌握到這個訊息的時候 提前送達到這個車上 讓他在到達這個地方的時候 就發現了這個狀況 然後其他的改變 所以在這些地點來看 我們做完之後 這50處的依照式路段 我們去看看 大概我們發現 這些提醒的動作 至少可以讓這些車子 在這些圍程段 降低速度到2%跟14% 各位不要小看這個 短短的幾秒鐘 那就是一個事件發生 或不發生的一個關鍵的地方 所以這樣子運作之後 就引發出我們智慧技術產業 ICT產業 車輛產業跟服務產業 四大產業之間 所謂化學變化 彼此之間以前也只是各自獨立 現在我們發覺 彼此之間只是相互依賴 那這個是一個未來的一個動作 我們在接下來的階段 已經跟我們國內的機車製造業 也開始合作 未來這些反應的動作 不再是外加的部分 希望直接反應到 我們原車輛本身的設計裡面 也就是說我們從消費者 使用者的行為裡面 得到的數據 慢慢具象化後 轉換為車輛設備 現在車上很多的智慧化的東西 將來還往晶片化的發展 更小微型化 然後變成我們機車裡面的一個 存在的一個智慧單元 這樣子就是我們想像之中的 所謂智慧機車的概念 好 這個東西絕對不是任何一個部分 單一可以做得到 所以在這個計畫裡面 我們交通部 跟經濟部的法人單位 還有跟學校單位 還有我們這些產業 形成一個互助的合作關係 我們一樣會在過程中犯錯 我們一樣會在過程中碰到困難 但是我們把這些問題的過程 通通跟大家來share之後 大家集合智慧之後 就會產生改善的安全 甚至為未來的 所謂機車的持有跟 擁有跟服務 會產生化學性的變化 那這些事情 大概我們是 以我們過去所做的一個觀念 提供給各位 所以交通部扮演什麼 第一個 把我們從日常生活中 實際的數據整理來之後 可以反映給我們產業界 去發揮他們設計的專長 第二個 我們可以把我們的產業提供出來 讓新型態車子出現之後 能夠在產業裡面 預先去做練習跟培育 這樣子就達到 有一天到了國際競爭上的時候 我們有比人家更新 更好的經驗在這地方 所以市場的需求是多元化 不是我們今天就講就是這樣 它只是一個開端 當我們把這個產業出來之後 我們希望能夠帶重 各種產業之間的 互相合作的媒合 那我們也希望 我們剛才講 台灣這麼龐大的機車製造業 我們勢必會去面對競爭 但是當我們往南亞 東南亞去行銷的時候 我們自己本身的技術又再提升 那這樣子一個技術的提升 讓我們產業永遠有活水 可以永遠在世界上 抱持一個領先地步 所以我們或許大言不慘地說一句話 我們不是只是跟著 國際間的軌跡去走 不是只是跟著 國際的歸伴去走 我們希望 經由這樣實作的一點 到目前為止全世界 還沒有像台灣有這樣的 6000輛車實際的 收集這個環境場域 我們當然有這個心可以去講 我們希望有一天在國際的規範上 我們可以扮演那個 所謂的開端的角色 那這是我們的一個期待 那以上這個時間也到 那我就在這邊告一段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王主任 謝謝 那我們要請主任您留步 因為我們接下來 我們要請主持人 黃次長 還有我們更多語談人 一起來到我們台上 來進行我們的討論的部分 那接下來要邀請到的語談人 就包括了三洋工業公司的 吳清源董事長 好 來唱一下 以及模特動力工業公司 李榮怡協理 法拉第綠能公司 許民雄董事長 瑞能創意公司 彭明義行銷長 台鈴工業公司 黃教信董事長 台灣電能車輛發展協會 鄭成宏理事長 中華汽車工業公司 曾興成副總 宏家騰動力科技公司 周杰林董事長 以及其洋電動車科技公司 公子齊總經理 有請我們幾位貴賓 一起來到我們的台前 我們來進行語談 那原本在我們的流程安排 分兩輪 以及我們的呂振華局長 局長 對對對 好 我們有算了一下時間 我們貴賓每一位 應該現在有七分鐘可以發言 對 好 大家請坐 謝謝 現在是 三十一分 那我建議等一下 我們每一個就是五分鐘 來唱其所言 那大概是 五十五分鐘之後 我們就開放 兩到三個現場的來賓 來提一些看法 那最後呢 我們保留個十分鐘 讓我們 我們今天 林部長 可以過獻出來 我們看一看 好 他是要來聆聽大家的這個建議 好 那 我們第一個 就來歡迎我們 吳董事長 清元兄 好 部長 社長 局長 主持人 還有 各位長官 還有 各位 議會的 先進們 還有 所有的媒體朋友們 大家好 好 好 山陽工業 吳清元 新人笑 舊人哭 但是 我是新人加舊人 我哭笑不得 那 4月25號 蔡總統 有到山陽工業 然後聽過 我們 的一個 簡報 那也就是說 針對 油車七騎的一個 簡報以後 他後來 下了一個決定 就是說 油車 電車 由市場 機能 來決定 這樣的一個決定 那當然 總統有這個決定 那 站在山陽的一個立場 政府 既然 今天是往電動車的一個市場來推 那我們 當然 也要配合得上 那 從 從 這幾年開始 我想各位如果 比較知道的話 就是說 其實 第一個做電動車 台灣的機車場 是山陽 那在 早期 早期那個 行政院長叫 孫義賢的 孫義賢時代 我們就做了 但是 因為計算的結果 一直都是虧錢的 所以我們後來就停下來了 那在整個電動車領域 經過這一段時間的一個推動 我想 我在這邊也提出幾個意見 第一個 就是說 我們電動車要做 那剛剛 聽過幾位 長官的一個介紹以後 我想 那些 在台灣的一個電子業 這麼發達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想 台灣 應該可以做到 但是 有一個問題 我們的核心 到底在哪裡 核心煤炭 配備 配屬的東西 都是假的 主要 我想 在中油這邊 它既然有所謂一個軟炭 還有一個 所謂的一個 可以快充 可以耐久的一個電池的話 我是覺得 這個部分 如果不趕快推 其實 我們講的 我感覺 都有一點 細枝末節的一個感覺 所以這一個部分 我是覺得說 我們的核心 到底要做什麼 未來 如果沒有 我們還是 淪為代工業 的一個廠家 所以這一點 我在這邊 跟各位 做一個簡單的報告 第二點 也就是說 我們要做機車 我想做車 最重要的是一個安全 那既然是一個安全的話 那也就是說 我們今天是不是 所有的製造廠 所有車子的一個出廠 不管它 是什麼車 一定要經過 所謂的一個政府 認可的一個合格廠商 來作為製作 這樣才有一個安全標準 就像我們公司來講 任何一部車 任何一部車 要做之前 一定有經過 所謂的一個環保測試 安全測試各方面 但是如果沒有的話 這個安全就淪為空談 所以這一點 可能在這邊 也提供給各位做參考 第二點就是安全的問題 然後再來 一個產品 要做另外一個產品的一個 一個期待的話 我想 除了 政府 推動的 所謂的一個 要配合政府 推動的所謂的一個 環保的一個概念以外 那也就是說 我們要幾方面能夠贏 我們才能做 那幾方面能贏 第一個 政府 它要贏 它是贏在環境 那這個環境的話 如果不能贏的話 那 今天就不用推動 所謂的一個 電動車的一個概念 所以變成說 這個環保問題 政府要贏 這是第一個要贏 第二個 要贏的一個部分就是 老百姓要贏 那老百姓如果不贏的話 那我們 其實講真的 你做一些很高端的一個東西 老百姓不能接受 那畢竟到最後 輪圍 是有錢人的玩具 那我們今天 要的是什麼 庶民經濟 那最重要就是說 要讓老百姓能夠接受 大家都能夠使用 這個量才會大 然後再大之餘 才有辦法逐步逐步 我們逐步把技術提升 那這樣的話 國家隊才有辦法出來 再來 第三營的是 廠商一定要贏嗎 我們製造廠商 如果以現在的一個電動車來講 當然 有特殊例外的我不敢講 但是 幾乎每一家做電動車的 都是虧錢 那電動 我所有做的東西 都是虧錢的話 那我走的越多 輸的越慘 那這樣的一個情況 你說 我們 如何去發展 如何把這個企業做大 如何打國際盃 我們根本就沒有辦法打 所以在這方面來講的話 一個產品 你要有一個替代性的話 一定要有三個 這個三個條件一定要具備 如果沒有具備 我相信這個產品 它沒有辦法替代掉一個 使用50年的一個產品 所以在這邊 我在這邊強調 就是說我以上提的 這是我站在業者本身 的一個心聲 也希望藉這個機會 給各位長官知道 讓各位長官 能夠為我們業者本身 為老百姓來爭取 所謂我們應有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 適度的一個 鼓勵 讓我們企業能賺錢 百姓能夠想力 才是最重要的 好不好 謝謝 我們感謝吳董事長 跟大家報告一件事 剛剛上面的六台車 其中有一台 是歐盟第七期 環保第七期的新車 還沒有發表 那個眼尖的人 我剛剛有一個 有一個來行的跟我說 他看演黨就知道 那一支 所以很不簡單 我們很感謝他 在油車上面 這一種 也是綠能的一種努力 這超低耗油的 這些努力 那也有很多建言 那我們再來歡迎 吳榮儀協理 我們的 李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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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回去了 來 我們歡迎李協理 他是模特動力工業 部長 部長 社長 次長 及機長 及各位先進 大家好 我是 摩托動力 比亞九機車 研發中心 李榮儀 PGO 其實在 多年以前 就開始在投入 電動機車的一個開發 我們也做過油電車 我們很清楚知道 電車 電動機車 是未來的趨勢 最近幾年 因為政府大力鼓勵 所以其實它的成長 大家有目共睹 我們也甚至 這個是一個契機 這個一定要把握住 一定要去把它做出來 所以 譬如說在電動機車方面 目前是前進投入 我們 今年我們希望有產品出來 我們第一台 我們就是跟五個路來共同合作 我相信 他們的系統 換電系統 對我們來講 會讓我們 節省很多的 一個 煙花的時間 但是我們專長 一定會把車子做得更好 這是我們的 PGO 相信電動機車是 未來的一個趨勢 我們也大力的投入進來 但是我們很期望 這個 電動機車其實 它現在成本 還是有點高 這個必須靠 整個供應鏈 一起來合作 一起來降低成本 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我們也很期待 政府能夠扮演一個好的角色 能夠繼續來支持下去 而不是像剛才講的 我們可能 今年的費用已經快用完了 那後面 讓我們就覺得會很擔心 因為 一部機車的開發成本是要很多錢的 而且我們的供應鏈 我們要撇子起來 還有我們的整個研發的一個 一個測試設備 也都是要投入很多錢 在這個方面 如果政府能夠有 漸進式的一個 政策的一個比較明確的 能夠把它公佈出來 未來是怎麼落入的 會比較緩慢的 而不是直線下來的 那對業者的投資 其實風險變很大的 如果能夠用漸進式的一個 一個慢慢減少 或者這樣子 我們相信最後 有一天 政府影響是不要補助 我們業者就來助力更生的 我們就是大家要期待 我們也有這種信心 但是過程裡面 我們還是需要政府來做一個 比較明確的 比較緩慢的 降低降低這樣子來處理 讓我們的投資能夠 有一點保障 這是我們PRO也很期待 政府能夠做這件事 然後 其實我們現在 開始在佈及我們的經銷商 經銷商 投入的資源也是蠻多的 每一家都要拿很多錢出來 來成立我們的 那個維修體系 我們的經銷體系 這個也都是要錢 我們開始在輔導 我們的整個台灣的一些供應體系 這是我們目前積極在做的 所以我想 現在 譬如說在這個電動機車裡面 我們不會缺席 今年 我們希望有產品出來 我們希望未來 我們的產品 能夠獲得台灣 比較大的一個回響 這是我們目前 在努力的 期望我們能成功 謝謝 再來我們歡迎法拉第綠能 許民雄董事長 投入以後才知道 這個產業不是隨便人可以做的 這個產業其實它的技術 也是蠻密集的 有它的困難度 資本也有它的密集度 所以我們公司就是 剛剛這個六部車裡面有一部是我們的 我們公司是可以這樣講 目前在國內 這個 普通重型白牌電動車裡面 我們算其中一部 全部 百分之百 這個我們的車 百分之百是 我們這個同事講的是 百分之百是 國造的 就是百分之百的這個 包括引擎 包括馬達的設計 包括電信 我們的電信是用能源的 能源的電信是我們台裡投資的 所以我們是百分之百 國造的 我們是一家小公司 我們投入這個 也很感謝就是 那個 經濟部工業局 那個國華基金也有投資我們 但是 在這個產業 其實還需要很多的投入 所以 我今天在這邊 就是說 特別建立就是說 其實有我們的同意裡面 剛剛那個五董市長 當然他們是油車很賺錢 但是 電車的這個同行 電動車的同行 基本上 好像 大部分都沒賺錢 但是這個產業 各位往前看 是不是對的 就是一個對的產業 那時機點 現在這個timing也是對的 老實講 如果timing不對的話 全世界現在的各國的這個政策 也不會一直往這邊走 那這是第二點 我看到是timing非常對 那第三點 我覺得台灣 有一個很好的就是 過去這40年來 這些原來汽油車的這些前輩 他們所產生的這個造車的技術 人員的訓練 以及整個行銷體系 以及所有的這個群聚的效應 在台灣這個生態系統 充分的有 那如果能夠再加上 我們ICT產業的這個原來的技術 就是比如說電控的技術 那再加上剛剛講的這個IoT的技術 那這個是我覺得是台灣一個非常美好的一個電動摩托車的大未來 足以可以征戰世界 為什麼呢 因為日本日本技術很好 但是它動作很慢 它的ICT老實講沒有我們強 那其他的國家呢 老實講 你這個其他的國家的話 就是他們的技術也沒有我們那麼好 那所以呢 這個我認為這個產業呢 是非常美好的 但是需要政府呢 老實講要加大 對我們這種企業的這個投資 就是說其實這個這個融資方面各方面都需要加強 那剛剛也知道說 坐車其實是有它的困難度的 所以呢 這一塊呢 這是我的建議就是政府要加強這方面的投資 以目前台灣的這種科技的實力 以及造車的實力 其實這個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我個人認為 那之前 那第二點我是覺得說 在科技創新這邊 這邊是一個新的產業 其實有很多創新的機會 那我們公司因為知道說 我們自己對這個口袋不夠深 所以我們後來呢 稍微轉個彎 我們就把我們的這個動力系統 應用在其他的領域 比如說這個融機 或者其他的領域 發現有很多客人是需要的 所以電動化這個過程就是說 如何把地球電動化 在這個從油到電的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是充滿的商機 也充滿的創新的機會 裡面也充滿的Pattern 申請專利的機會 那我們最近就是跟一個客戶 他委託我們幫他設計一個東西 設計的過程裡面我們只花了這個六個月 從這裡面我發現 我們那個客人是一個日本客人 他就跟我們講說 這裡面有兩個發明專利 那其實我在這裡是鼓勵各位 就是說這個這個產類現在其實是很難做的 因為大家都不賺錢 但是機會很多 所以在部長還有局長還有次長這裡 請這個要來幫忙我們這個企業 就是說這一方面多給我們輔導 其實我過去這幾年來也謝謝就是政府這邊的這個幫忙 然後尤其這個公益局這邊給我們輔導很多 我就講到這裡謝謝各位 我們感謝董事長 再來歡迎Gogoro銳能創意行銷長彭明毅 明毅兄 部長 社長 社長局長 各位業界的先進 各位與會的這些貴賓好 我們瑞南年紀比較小 所以跟這些業界先進來講 我們的資歷真的比較淺一些 所以我沒有辦法信手年來講出這麼東西 我還是準備一下slide 這樣子能夠比較合適的陳述我們的意見 那我想有幾個事情 就是第一個電動車是不是未來非常清楚 瑞南到2018年為止已經投資了116億台幣 在整個電動車我們認為的基礎建設 產品跟智能上面 第二件事情 在台灣剛才這個台上一次排開六輛車 還有一些車可能在外面沒有進來的 台灣在這個電動機車 特別是普通重型電動機車行業 是領先全世界三到五年的時間 這個是我們往前走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利益 不要讓人家有機會彎道超車 我們要持續領先 那當然這是感謝包括了經濟部 包括了交通部 包括了環保署 很多很多的支持 讓台灣能夠在這個地方有一點機會 第三件事情呢 瑞南不只是一個做電動摩車的公司 我們還是希望能夠做到一個生態系統公司 我們希望能夠跟產業共融 大家一起讓台灣走到下一個兆元產業 這個我相信是最重要的 一個公司成功沒有意義 要整個產業整個台灣一起成功才有意義 要讓電動機車成功 其實有四件事情非常重要 最左邊叫做智慧電動車輛 就是做車子本身的設計 中間叫做智慧生產 怎麼樣讓生產這個事情變得很聰明 很有效率 第三件事情 智慧網路 待會我大概跟您分享一下 什麼是智慧網路 第四件事情叫智慧電池 這四個東西一字排開 才有產業 任何一個東西少了 很難把產業做起來 有車沒網路 有車不能充電 有充電站沒有車 通通都不行 還包含了這個經濟部最在意的國產電池 我們一定要把它想辦法做起來 但是這個東西不是一觸可擊 要一步一步來 我們現在有一點點領先優勢 怎麼樣能夠擴展下去 我把這四個方向很快跟各位報告一下 第一個就是車子 車子的核心其中之一 當然是智慧電池 再加上要有很好的數位的動力系統 所以車子才騎得快 才可以上陽明山 才可以過南橫 這些都沒有問題 第三個部分 要有好一個智慧系統 所以它可以把所有東西連接起來 讓使用者的經驗很好 於是我們有一個概念叫做 Powered by Gogoro 我們做的這個叫做 Gogoro一戰式的開發套件 剛才這個PGO摩托動力有講 還有待會我像那個中總 在宏家騰這邊 都是用我們這個套件來開發 我們最後希望有一天 GoGoro只做很少的車 但是有更多人 可以運用我們做的這些零組件 把這個產業很快給帶起來 更多人有更多 更多不同價位的選擇 然後這是我們剛剛講的智慧功能的部分 包括了保持車子跟網路連線 個人化工人設定即時檢測 甚至像我們的智能主動提示保養 它知道你大概快要保養了 然後你又經常在哪些地方出現 它會告訴你說 在下個禮拜我先幫你先做預約好不好 類似這樣的東西 可以把整個智能化起來 用戶更方便 而且體驗會更好 這個是我們在台灣合作的 192家的上游供應商 這些供應商就是台灣的硬實力跟軟實力 這就是交通部也好經濟部也好 我們希望一直推到全世界舞台的 這一個一整串的完整供電 他們幾乎全部都在台灣 第二部分我講這個智慧生產 智慧生產就是我們自己的產線 我們全部用這個Industry 4.0 工業 4.0 所以我們每一台車在生產裡面 都有完全的全自動化雲端的記錄 我們對於一個過程 可以去計算的效率 而且找出問題來 第三件事情是智慧網路 這邊我要特別提一下 我們的換電站在今年的時候 應該可以達到1500站 這些全部是跟我們合作 部件換電站的這些廠商 你看有縣市政府 有這個便利商店 有這個各式的零所店 大家以後都可以在附近 就找到換電的地方 1500座應該在今年年底的時候 可以完成 更重要的是它其實不只是供電 它是一個人工智能的概念 怎麼這樣說呢 你可以看到 這邊是比較看不到清楚 這是我們的用戶 每一天騎車 在我們今年1月的時候 我們就回來做一個大數據分析 哪些人從哪個地方到哪個地方 我們看得到的 我不知道是誰 但是我知道 在這個月裡面有人從A點到B點 它之間的貨軟率怎麼樣走 是完全看得到的 我們沒有跟交通部拿這些資料 像交通部有 但交通部資料的取得也很辛苦 要用影像判定 要用人手去算 可是我們用各位每天騎車的 這個交換電的紀錄 就可以麥品一個這樣的圖出來 當到每一個城市裡面 我們知道 城市裡面的道路就像血管一樣 大的血管 小的血管 車流量高 車流量低 透過智慧電池的交換 那我就可以看到這個圖 我相信以後 我們跟這個交通部 還有很多東西 可以一起討論 怎麼樣讓這個智慧工業 能夠反映到 每一天的這個交通管理裡面 到目前為止 今年年底為止 我們光是在這個 所謂的智慧電池網路上面 這個智慧網路上面 就將要投資100億 真的 大家覺得GoGoro賣車還賣得不錯 其實我們也是沒有賺錢 因為我們把賺到的每一分錢 全部再吐進去 投資下一個產業 這其中每一塊每一塊 都是一塊一塊一塊 可以往前推的 沒有辦法一次到位 最後一個事情 我要講電池 這個當然是這個局長 可能最關心的一個電池 我們有兩件事情 今年的時候 我們應該逐漸的 我們就要開始 換到新的電池 我們剛剛出來的時候 是在1374瓦 瓦時的這個電池容量 到我們今年大概5月以後 我們可以真正有一個 新的電池進來 增加27%的電池的能量密度 同時可以讓車子騎行 170公里 最主要是21700這個新的電池星 有三件事情 第一個 目前我們的電池星的來源 韓國或日本 第二件事情 我們過去從來沒有買過 中國的電池 中國做的電池 未來我們也不會買 第三件事情 就一直跟局長報告 我們下一步想聯合這個產業 一起來發展國產電池 讓這個東西可以百分之百的國產化 給我們一點點實機 讓我們可以站穩腳步 跟著業界的先進 一起把這個產業做起來 最後一件事情就是 有了這個電池星 還要能夠包裝起來 這是我們最近才投資的 一個新的電池星的生產線 叫做Robobab 有46個機械手臂 有30個工作模組 完全是工業4.0 目的不是要減少就業機會 是要保證它的安全性 可以提高最高的效率 這裡面也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題材 這件事情我們希望一起發生 就像剛才前面這個業界的先進談過的 台灣有很好的機車產業 台灣有很好的ICT產業 這兩個東西一定要合起來 才會變成智慧交通產業 而這個是未來往下一步走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條板 好 謝謝大家 我們感謝行銷長 再來歡迎台齡工業董事長 黃教信 感謝林部長 社長 次長 局長 的安排及各位先進 各位朋友 大家午安大家好 我是台齡工業董事記黃教信 剛剛聽了幾位的發言 我想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就是說第一個 真的是第一次 我在業界30年 那第一次感覺到這個交通部真的是有在 這個努力一下這個決心來帶領我們這個交通業者 因為在這個智慧的這個 車輛的時代的來臨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 汽車是走的比較快的 但是我想台灣可能是第一個國家 把這個希望能跟汽車一樣把這個科技 帶進機車業 讓這個機車的行駛更安全 我覺得非常的好 就如何在這個我們產業初期發展階段 能夠去帶入這些 利用科技可以讓我們的行車更安全 畢竟剛剛提到很多有關機車的事故的問題 在這裡我也跟各位講 分享一下我的心得 我個人在這個我們中華民國機車安全協會 擔任理事長八年的時間 好像已經退休了 那這個是八年的時間 也沉蒙這個交通部道安的長官 都一直在關心怎麼去推動 這幾年來雖然下降很多 但是事實上有很多的部分 現在可能跟大家想像的不太一樣 大家第一個都想到機車是超速 事實上第一個原因 當然除了這個酒駕以外 事實上是老年人是佔了更多 佔了25% 是機車造勢死亡最大的原因 再來這個我們跟日本 在這個有交流 日本的車輛工會也是跟我們交流說 目前日本汽車的這個事故 包含機車裡頭 一半是老年人 50% 所以在這個老年人 事實上是 尤其我們台灣跟日本是一樣的 老齡化社會 這是最大的問題 我想可能各位 如果在台北市 也許看不太到 但在鄉下去看 事實上很多都是老人 在騎這個很慢的摩托車 可能去代步 去鄰居 去廟裡頭 大概是 事實上這些人 是很大的一個部分 現在我們的電動車市場 因為有Gogoro的關係 所以成長得很快 但是 事實上這個摩托車還有一千多萬台 如何讓他們能夠 早一點能夠去更換 或享受到這些的好處 讓新的產品可以進得來 剛剛吳董照也提到說 庶民經濟 我想這很重要 如果我們加了很多東西 為什麼機車現在變那麼貴 事實上也不是說 我們自己都 暴力了 事實上是因為很多環保的需求 安全的需求 那環保和安全的需求 過去一向都是歐盟在主導 歐盟在制定全世界的規範 相信未來也是如此 在安全部分 但是在這個智慧的方面 或科技方面 我們怎麼去突出 但是又要能夠做到 大家能夠分擔得了 我想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有時候我們希望說 東西要好 所以事實上我們台灣的機車 環保是世界第一 但是造成很多人沒辦法買 沒辦法更換 而是必須要用它老舊的機車 那也很感謝經濟部推出的 這個泰舊換新 今年已經入了第四年 那效果也很好 每年泰舊的這個速度 跟那個新增長速度差不多 那同時這些政策我想很重要 就是如何去落實 如何繼續 像我們公司也是即將要 投入電容車的生產 但是我們也看到說 現在補助標準 就常常就是說 一下都沒錢了 或是被狗狗都用光了 所以但是我們後面想要加入的人 就是說會覺得說 比較有一點這個 擔心這個政策的一貫性 我想這是很重要 那最後一點就是 可能在這裡再呼籲一下 也許交通部是我們的機車業大家長 但重視用車人的這個 用路權也好或安全或規劃 希望能夠主導 同時到各地方的地方政府上 因為每個地方政府用的不一樣 比如台南是全台灣第一個有做這個機車道的 那譬如說新北他們有做一些規劃 但不是每個地方都一樣 譬如說我住個家裡的那個 在那個 負心南北路的那個地下道就好 我每天要經過 但是這個隧道是很早以前就有 在規劃 機場地下化 可是沒有機車道 所以每天都跟機車要混在一起 這是我覺得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所以說 除了我們這個智慧化以外 在基本的上的用路上面 也能夠考慮一下機車騎士 畢竟他們是比較弱勢團體 畢竟他們是比較沒有這個 在我們道路規劃裡頭 那要怎麼樣讓機車的使用跟汽車 能夠這個比較好的一個 互相的適應性 我想這個是希望我們的交通部 能夠多考慮 謝謝 感謝董事長特別提到老人安全的問題 還有機車人權 那再來我們歡迎台灣電能協會 鄭成鴻理事長 部長 柯社長還有次長 局長 各位先進 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好 今天非常高興也成黃成孔 能受主辦單位邀請來參加這個盛會 那基本上我簡單跟大家報告一下 介紹一下我們協會 台灣電能車輛發展協會 基本上是一個中小企業 組成的一個電動車協會 我們成立的時候大約在民國90年左右 我們的前身叫中華民國休閒代步車協會 那在95年的時候 民國95年的時候 那時候為了響應環保署那時候提倡的電動機車 所以改名叫台灣電能車輛發展協會 那在我們裡面成員 目前有50多家的台灣廠商在裡面 那事實上徐董事長啊 還有我們前身啊 也都是我們協會的會員 所以我們基本上是 所謂真正的庶民經濟的經營者 都在我們協會裡面 那經過這20年來的一個演變啊 從民國95年那時候 台灣就開始在推動電動機車 但是因為那時候的時空背景 那雖然政府有補助很多 但是事實上沒有推動起來 那基本上也跟那時候的成本等等因素 消費者使用習慣等等因素都有關係 所以我們有很多我們裡面的會員啊 事實上也在過去這20年來啊 失敗的非常非常多 剛剛吳董事長跟徐董事長也都談到 事實上我們在台灣推動這個電動車啊 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所以希望政府後面繼續能支持 所以在這過去20年來 推動電動機車的失敗的經驗 在10年前 政府交通部通過一個電動自行車的 一個上路的法案 所以我們協會會員很多啊 就轉入開始做電動自行車 那當然在過去這10年來啊 因為10年前的法案不夠健全 過去這10年真的也產生了非常非常多的問題 所以現在我有幾點啊 想要跟我們各位長官建議一下 第一個啊 就是說我們電動自行車 這個分級制度啊 跟電動機車分級制度 這絕對要明顯確認 時數25以下就是慢車 就是電動自行車 那另外啊 我們協會也跟立法委員已經在溝通 要很快速的提出一個納牌管理的法案 讓電動自行車在台灣的 不管是老人家 外籍移工或者觀光區域給觀光客來使用 是由一個合法安全的一個交通工具 那另外也建議交通部這邊啊 要多多加強宣導 譬如說拍攝影片 你來借電動車 觀光客騎電動車 必須要看影片 知道我們台灣的一些規範 雖然三年前工廳會已經確認 它是不用駕照的狀況下 但是這種宣導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也希望說 在工業局上面啊 也能幫我們 因為現在一年差不多有至少五萬輛左右 這些慢車 事實上已經形成一個經濟規模了 如果可以協助我們在台灣找更多的廠商 比如說馬達廠、控制器廠的話 我想這也是台灣未來發展的一個方向 那最後 我也希望政府啊 今天雖然邀請我們過來 但是後面不要忘記我們這些中小企業啊 因為我們這才是真正的台灣精神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我們感謝鄭理市長 謝謝 再來歡迎中華汽車 葉金武協力 錢金武協力 部長、市長、社長 然後各位 各位學界的老師 各位產業的先進 那我是中華汽車的曾興城曾副總 那剛剛市長說是我們錢協力 但是今天早上我們總經理覺得說今天這個會 兩位部長都親自出席 代表國家對這個產業的一個非常大的重視 所以臨時派我來 那也代表我們中華汽車 對國家這個電動機車產業的支持 那在這裡我就先表個態 就是對剛剛兩位部長所說的 對電動機車在國內的發展 那中華汽車在過去 我們是在機車這個產業 我們算是個新兵 可是在電動機車這個產業 我們已經是老兵了 因為我們在電動機車的投入 其實從我們12年就開始投入 算是老兵 所以對電動機車在國內的發展 我就引用剛才部長所說的 部長一直強調我們希望做的是 安全綠色效率智能 那其實中華汽車會投入電動機車 我們一直是朝這四個方向在努力 因為其實油車在過去 剛剛主任也一直講到 就是其實每年的交通事故是非常多的 那我們一直希望電動機車 電動機車能夠一個是比較安全的 那另外就是在油耗還有環保 那這都是我們國家一直在推動的 但是剛才我們也談到就是說 在國內發展電動機車這幾年 我們補助花了很多錢 但是為什麼他們過去幾年的成效 並不是很好 那我就引用對岸在電動汽車 現在叫新能源汽車 這也是我比較大的困惑 因為四輪產業叫新能源汽車 因為我們有電動的 有fuel sale 就是燃料電池 那為什麼在兩輪產業就只有電動 這也是我比較困惑 因為我不是技術專家 但是我們可以想到就是說 其實不管四輪不管兩輪 在這兩年中國大陸補助了這麼多年 花了上千億人民幣 為什麼在這兩年有一個比較的發展 那剛剛Gogoro這邊有談到 其實非常非常大的一關鍵 電池的發展 從每公斤的能量密度 120瓦時 140瓦時 一直到160瓦時 這樣一個增加 成本增加不多 體積增加不多 但是對汽車產業 對機車產業 它可以在相同的空間 相同的成本 放入更大的能量 所以整個發展起來了 可能比補助更有效 所以我們也要建議政府 在電池產業的發展 一定要投入非常大的心力 因為電池真的是 不管是四輪 不管兩輪是核心 這個比補助更重要 因為補助 錢總有花晚 但是電池那真的是核心 這個是一定要做 那第二個就是整個充換 充換電環境 因為家裡面能充電的真的不多 所以一定是充換 充換電環境非常重要 那這裡我也提供我個人的建議 建築法規一定要 一定要把它納入 不能只是交通部這樣喊 因為我最近買了房子 我就發現我的新房子才剛建好 它還是沒有充電環境 可是如果我們把建築法規加進來 就是要求一定要有充電的設施 那這個產業才能發展 否則蓋這麼多的房子 買了這麼多的新房子 但是沒辦法充電 那你叫客 叫住戶 叫我們消費者去哪裡充電呢 那這是我提出來的兩點建議 謝謝大家 剛提到一個很重要 也是林部長在台中推 事實上這些基礎建設 是要建築法規來配套 所以像台中的水蘭智慧城 就有這樣的配套 所以將來這個是非常好的意見 我們會後面會來努力 來我們來歡迎 洪嘉騰動能董事長 鍾傑林 林部長 柯社長 然後黃市長 呂局長 大家好 我是洪嘉騰動力科技 股份友情公司 董事長 鍾傑林 在這個機會 我想請我們的執行長來 來代表我來發言一下 謝謝 謝謝 今天幾個老闆都來了 我們 來 好 那感謝總總 感謝各位長官 各位前輩 那我想 其實今天這個是沒有先說好的橋段 因為 我想今天非常感謝就是前面各位前輩的發言 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去證明其實智慧電動機車可以讓台灣的年輕人才被看見 那我自己本身其實不是機車產業 我在2015年底加入洪嘉騰這個進行智慧車輛開發計畫以及品牌的這個創新2.0計畫之前我一直都是在科技業 我從這個修電腦到賣手機到網路工程然後到網路顧問直到雲端科技跟資訊安全一路這樣子走來 其實覺得科技產業在台灣發揮得很好 那我也是機車的愛好者 我在這個13歲就第一次騎摩托車了我知道這不合法但是當時有時空背景為了工作賺錢供應家用 那其實我非常感謝就是所有智慧電動機車這個議題讓這個洪嘉騰可以在4年前中總就已經預先佈局 就是要做這樣的一個改變 所以我才有機會加入並且我們連續啟用了將近30位平均年齡只有29歲的全新人才 在物聯網人工智慧次世代的人機整合界面還有在這個雙平台的應用開發 還有包括全新的資料庫還有各式各樣的事件預測還有安全機制的建立 我們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那其實這樣的一個努力剛才其實聽到這個科技匯報辦公室有一個 他提到未來車聯網的相關裝置或許有機會列為機車的標配 那麼其實洪嘉騰已經準備好 我們去年已經率先全國在這個我們的油車上已經搭載了一套全新的智慧儀表系統 那這個系統其實他就只是為了做一件事情就是安全 他可以提醒這條道路的速限 他可以在你進入危險路段超速的時候用光聲音還有視覺 我們用三道元素來警示你已經超速 而且在測速照相機前500公尺 我們就建議你進入危險路段應該要降低你的速度 因為會設置這個測速照相機的地點 通常是根據交通部以及全國的大數據分析出來 那個地方應該要減速 所以我們反向利用已經存在於入測的裝置 來達成IoT裝置的聯動 我們無需等到V2X裝置面試 我們就已經可以直接應用最終結果來達到這樣子的一個成就 那我們也非常非常榮幸就是從去年底 這輛車輛上市到今天為止 我們透過這個雲端系統的監控 我們避免掉不少的這個超速行為以及事故 因為進入危險路段只要超速事故率會上升 這個是所有的數學模型都很清楚的 那包括在智慧交通的領域裡面 我們也已經搭載了儀表的這個智慧導航功能 而且是依照路況以及是否有道路事故的事件 我們與這個德國就是賓士以及ODI還有BMW三間公司 在六年前併購的Nokia子公司Hearmaps合作 提供全球120個國家的圖資 所以宏家騰本來在20年前就是外銷起家 還拿過經濟部的小巨人這個外貿的獎項 我們既然是外銷起家 重新再做這個自由品牌的新的車輛開發 我們本來就應該要再組織更多的國家隊 那其實在今天這樣的一個話題裡面 我們也覺得很有意思的是 做電動機車其實會不會虧錢這件事情 很有趣喔 很有趣的 首先如果堅持從零開始什麼都要自己做 那一定會虧錢 我相信即便是台灣知名的手機品牌宏達店 手機的主要SoC主要的單晶片 他還是會買高通或者是聯發科的產品 因為如果已經有廠商有非常好的解決方案 我們應該要貢獻的是我們車廠多年來造車的經驗 我們的通路還有我們全新啟動的智慧系統 物聯網系統去搭載好的 所以我們也是很感謝瑞能提出了Powered by Gogoro的概念 讓我們可以進行三件事的開發計畫 第一Powered by Gogoro動能無需擔心 第二整車的動態以及車輛的外型工藝 以及整車的這一個相關的認證測試安全耐久 還有通路受服由宏家騰自己來組建 並且加上了我們這四年前提前佈局的全新智慧系統開發計畫 我們可以讓車輛有智慧體驗 良好的性能 理想的外型 而且有足足20年的造車工藝帶來的一個信任 最重要的是提供了相當多的最新的工作機會 不管是從銷售到維修到開發 從軟體到硬體到任體到車輛 我們都有全新的這個工作機會提供給台灣的年輕人 所以身為MIT在地的品牌 其實在智慧電動機車的產業 我們在政府持續的政策鼓勵 跟持續的希望政府更延續很好的一個產業氛圍下 宏家騰都有機會跟著所有的產業先進 各位前輩一起來打造出屬於這個全球最強的機車王國 加ICT王國的一個跨界整合 讓這個資源可以非常光大 以上是我們的一個小小的想法 就是三道整合 車廠造車技術 理想的電能的 還有相關的這個基礎設施的建置的整合 第三是智慧體驗 百家真名各自為整 提出讓消費者有利 而且又可以提升安全性的產品 如此一來這絕對是國家的這個全新的一股力量 而且這一次不再是孤軍奮戰 不再是機車做機車的生意 ICT做ICT的生意 第一次我們可以整合在一起 把這股力量兩股變成一股大條的 而且競爭門檻會拉得更高 讓台灣的力量可以延續 謝謝大家 感謝喔 少年固然 那最後一位我們來邀請 奇異電動車 公子齊 總經理 謝謝喔 部長 次長 局長 社長 我各位先進 各位朋友 大家午安大家好 我是奇洋電動車科技公司的總經理 我叫公子齊 那個字是念洋 那是太洋的洋的古字 今天給大家每日一字一下 不好意思 那那個剛剛鄭理事長 他說他認識我父親 我跟大家簡單報告一下 從我父親他大概二十年前 就已經開始在做電動機車了 所以我們在電動機車 已經有超過二十年的經驗 那剛剛已經聽了好多先進 在大家都談了很多有關電動機車 在推動跟發展上面的一些乾苦談 那我們當然我們就經歷的過很多二十年 那在這二十年來呢 我們深感 其實以台灣在汽油機車的這個基礎之下 還有台灣IT產業跟這個 這方面的基礎之下 其實台灣電動機車真的是二十年間 就已經可以做得很好 只是當時那時候還沒有裏電池的技術 那現在又有很好的電池的技術出來 其實台灣的電動機車 已經在全世界上面來講 都是已經數一數二 這一點是無庸置疑的 可是為什麼大家剛剛都還是一直會說 就是電動機車很不寒賣 很辛苦 這條路走得很辛苦 即使我們電動機車業界賣的最好的狗狗 都還說他們賠錢 所以這件事情呢 就會引發我們去思考一件事情 是不是我們的商業模式上面是有問題呢 電動機車它基本上跟汽油機車是不一樣的 它天生本質上就不一樣 它裡面的馬達控制器跟 跟汽油機車的引擎這些系統是不一樣 電動機車它要搭載很大顆的鋰電池 它才可以跑得遠 那汽油機車它是不用的 它是那個Empty Tank的 那在這樣子的思維之下 它電動機車它生產出來它的成本本來 就會跟汽油機車是不一樣的 還有它的Infrastructure 它的充電換電的環境不像加油站 經過一百年的建制加油站 已經很到處都有了 所以這一些種種的問題 就會造成電動機車在發展上面 如果我們還是按照原來的思維模式去銷售 我們自然會遇到很多的困難 所以也因為這樣子呢 就是我們當然車也賣得很辛苦 所以在四五年前開始呢 我們就開始轉型開發這個 共享電動車的商業模式 那我們已經在高雄、澎湖 我們已經示範運行了兩年左右 那這個就是呼應剛剛王主任提到的智慧車聯網 我們就把智慧車聯網的這樣的技術 這很感謝台灣本身就是我們這方面的技術 非常的成熟 有很多的resource可以來support我們 所以在車聯網的技術 APP後台的整體的技術 我們可以整合進來 那可以讓電動機車被智慧共享化 那這當中呢 除了整合了車聯網的技術 我們還要整合Fintech的技術 很多的技術要整合在裡面 那這樣的方式呢 我們可以打破讓使用者 他不用去買車 他就可以使用車 而且共享的方式 就是我們根據我們的自己的營運上面的統計 一台車可以替代15到20台 也就是說一台車可以服務到15到20個會員 所以可以很快速的去降低我們城市裡面車子的數量 可以讓城市裡面的空間釋放更多出來 那它還可以解決我們交通上面最後一例路的問題 那現在縱觀我們縱觀全世界 那個valuation可以最高的很多都是屬於 就是像共享經濟在盛行 像大家最近可能有看到 美國那個共享滑板車 它就可以募資到4點多億的美金 那我們就會覺得很奇怪 像台灣這個機車產業這麼的發達 而且機車到處都有 其實台灣的機車是 真的是很有條件來去 至少在整個東南亞跟亞洲國家 全世界帶來每年5700多萬輛的機車的銷售吧 那台灣的機車如果我們在智慧電動機車這部分 是很有機會去 來去在這個世界上佔一個很大的地位 所以我們就會想說 應該是不是換一個商業模式來去思考這件事情 才可以有效率的去推動電動車的發展 那過去這一年呢 我們也在冒邪的帶領之下 我們去了印度 那印度是一個正在發展的國家 它的摩托車數量非常的巨大 像台灣每年可能100萬台的銷售量 他們去年就有2500萬台的銷售量 那空氣污染也非常的嚴重 所以我們現在也要用這樣共享的方式進去印度 那同時也把台灣相關的產業一起帶進去 因為剛剛有提到說 在電動車要發展上面 它的成本要降低很重要 那要如何降低成本 那個scale很重要 就是你要有規模的經濟出來 才有辦法很有效率的降低成本 所以這以上是我的小小的意見與大家分享 謝謝 感謝子綺 我們現在是4點22分 還有17分鐘 所以我來邀請我們Flow裡面 大概兩三個 來提供一些想法 那我再收回來 我們現場還有兩位引言人 再來回應一下這樣好不好 好 那剛剛事實上談到非常多 我們看到一個非常好的發展 不是只有動能的精進 還有智慧技術 物聯網技術 跟相關技術引進 整合在機車上面 這個是全球 我相信台灣目前也是領先 所以在座又很多相關業界的好朋友 這一方面也給我們一些 來 來歡迎 來 謝謝你 來 趁此各位長官 在這個會場裡面 我是一個電動車的使用者的立場 提出於我的看法 現在要推動電動載業的話 它的充電部分 必須要補給 但是要補給的話 又會 花了很多的資源 所以我在此提議 能不能開放 讓所謂的領給處 一般的用電戶 可以賣電 賣電給 需要充電的電動載具 現在法規上面是不允許 一般的領給處 就是一般跟台電的用電戶 他不能另外去賣電 如果說這個的條例能開放的話 那我們一般的電動車使用者 那應該就很容易去達到一個充電的源頭 電源的源頭 這是一個提議 那如果有此科技源頭的話 我們高速公路 現在我們中華美國高速公路 就只有關西社會站有充電樁 其他的通通沒有 所以我們開電動車的話 如果說我們需要充電的話 有這個法規的話 或許在交流站的周邊 就有店家願意去賣電 或者是休息站 他們也可以提供 就一個插頭就好 一個插座就可以了 插座上面就是個度數表就夠了 這樣可以很快速地達到充電站的規模 以此在這個機會上面 提供給各位長官 各位先進參考 謝謝大家 好 感謝 請問大明 我再次我講一下 我這邊是台灣先進電動載氣學會 我叫李文傑 謝謝 我本身是從事電子工程的 我對於電池的處理方法 我有一定的心得 或許我在此再做個建議 我們的市場跟經營的論述很多 但是我們的技術的認證 論述不夠 我在此跟各位介紹一位學者 就是目前全世界直理電池研究學者 就是加拿大的達恩教授 他是Tesla的電池的指導工程師 我們應該發展這個東西的時候 發展我們的電動載具的時候 我們應該引進他們的技術學說 來應對我們現在目前 我們到底是差了多少技術的鴻垢 技術沒有建立 再談市場 再談規模 通通沒有用 對岸中國大陸已經告訴我們 他投了那麼多年 十多年來 投了多少錢 有多少市場 能投出一個Tesla出來嗎 好 再次建議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今天其實還有 能海電能 五營運長也有來 他們是在做這個充電的 這剛剛也很好的一件 來 我們歡迎第二位 現在有兩位 是不是請我們學孔兄 他先舉手 再來 來 我們張教授 謝謝 部長 各位先進 今天非常榮幸 能夠獲要來參加這個盛會 這個盛會期盼二十年了 首先要肯定那個 我們交通部經濟部 我們行電院科技匯報 能夠一起合作 來辦理這麼重要的一個研討 而且我也了解 交通部終於把運輸服務 跟產業做一個很好的結合 這就 這個本來就應該很快要做的事情 當然永遠 never too late 那過去交通部 早上在安全跟服務 所以有很棒的這個建設成果 那因應這個新的我們說的這個 Digital tsunami 數位科技 數位海嘯 那交通部能夠提供這樣一個場域 那更重要的是它要在各種服務上的整合 那把經濟部 把科技部 共同結合在這個場域上做科技產業的展現 那這是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正確的方向 所以我們給這幾個部會 高度的這個肯定 那單位提出四點的建議 給經濟部跟交通部 在面對這樣一個發展 特別是今天談的這個電動 智慧電動機車的這個發展 第一個 過去的這個發展規模太小太小 你看這1376萬輛的摩托車 我們摩托車現在的規模 電動摩托車規模 就相當於饒一盆水啊 倒在太平洋一樣 它的這個規模沒法形成 剛剛很多先進已經講了 很難形成一個Ecosystem 讓它能夠自給自主 更遑論我們要做更好的外銷 所以怎麼樣更擴大規模 剛剛會前媒體也有訪問 我自己之前也有機緣 跟工研院的團隊 共同來思考 那我們怎麼樣 結合更多的資源 讓這個規模能夠耀身擴大 這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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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 因為從我們的研究可以發現 電動載具 各類的電動載具 使它有強大的外部效益 節能減碳 環境 包括公共健康 Public Health 這個在聯合國 在世界衛生組織 都很明確地指出來 積極發展電動載具 的外部效益 我們把它怎麼樣透過很好的機制 內部化 所以擴大規模 是政府投入資源 要趕快做的事情 對不起 再給我兩分鐘 剛剛時間已經到了 第二個建議 創新服務模式 過去交通部 比較沒有去 involve在地方政府 共享載具的 這樣一個推動 因為大部分人認為是地方政府的事情 像過去圖市長 這個嘉義市 推動的這個電動機車的共享 我們台北市政府 輔導的這個 一個私人機構WIMO 做這個電動載具 像高雄 像澎湖 我覺得交通部 也應該積極地協助地方政府 共同把這個 共享載具 共享摩托車這一部分 推動起來 第三個建議 剛剛談到這個充電環境 我自己擔任很多城市的都市設計 與土地開發審議會為的委員 我們當然利用委員的這種特權 要求這個開發商 在開發大型建築的時候 能夠裝設充電這個裝置 但是呢 並不是所有的這個審議委員 都有這樣的要求 所以什麼樣的協調 內政部 也能夠參與 這個過程 標準的制定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 第四個 交通部 主管 13個風景管理處 我是積極建議 我們可以要求在風管處 運用電動載具 來提供基本 觀光 所以達到的Eco Tourism 這個生態風景 觀光旅遊這個目標 這個力道會很大 因為我自己在花蓮 在澎湖都協助過 這個Eco Tourism的規劃 所以如果交通部 有這樣的明確的政策 讓這一些風景區的這個 都是用電動載具 電動公司車 電動摩托車 這個 這樣一個電動載具 去推動觀光旅遊的話 我相信這個力道 馬上可以顯現出來 最後一點 我們在做很多製造商 辛苦那麼多年 我是覺得 除了政府在資源上的補助之外 我們在源頭上面 我覺得政府 經濟部應該拿出 一個 比較有魄力的要求 比如說台灣已經很明確 2045年 電動摩托車的發展 全面電動化 所以是不是應該在這個前面 2025年5% 2035年30% 2040年60% 從源頭去要求我們製造商 就要有某種比例的 電動載具的發展 那這個源頭上的要求 我相信能夠更引導 我們電動摩托車的這個產業 積極的這個發展 以上幾點建議 有關系的部分 我再用書面資料 提供給大會來做參考 謝謝大家 感謝張教授 那在最後一位邀請之前 我們先歡迎一下公民心政委 他到現場 歡迎公政委 謝謝 來 我們最後一位 謝謝你 請問大明 我姓何 研究員 我想提三個簡單的建議 因為一開始我想這個部會合作 這個基本上 今天這個場是蠻創新 蠻有突破性 那我覺得不只是產前產後 應該部長講的 我覺得交通部基本上 可以在創新應用跟創新需求部分 可以引導研發跟做產業發展 所以不只是產後 研發之前的動作 其實也可以從需求面來部分 那我們的區域觀光 跟一些現實發展 也可以引導性的 從運輸跟交通的角度來看 來鼓勵產業的發展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要談到這個 其實是ROI 投資效益 其實可能在談ROI的時候 大家都忘記民眾的感覺 民眾感覺到它其實是對生活品質 對環境是非常在乎的 那我們說民眾對市政滿意度 如果差5%的話 你說這個值不值錢 它很昂貴的 所以我是覺得 從市政角度來看的話 考慮到民眾的感受 考慮到民眾對生活的需求 做政策投入的時候 是一個很重要的參考 那民眾其實也會認同說 你政府注意我的安全 你政府改善我的環境 民眾其實這樣會買單的 最後談到一個就是 我們的生態跟市場 那我覺得我們在觀光地區 其實可以做很多新的試煉 那這樣會增加一些機會 而且我覺得我們的生態系統 就是我們電動機車的生態 不只是做電動機車 你可以做娛樂啊 做運輸啊 做防災啊 做環境保護各方面的 從各個角度來看 你不只是做電動機車 讓你的原件可以做更多市場應用 這是我的看法 謝謝 感謝何先生 現在還有三分鐘 在兩位 部長 沒關係 部長他說要 來 好 好 這個 剛談到觀光區的這個 試驗性的事情非常好 那先預告 只是一句話 我們科技顧問室已經啟動 要在淡奶新市鎮 這個十來萬人口的淡奶新市鎮 來開放一個場域 讓大家來做實驗 好 那我們現在三分鐘的時間 就留給我們最認真的林部長 你要去看嗎 來 沒關係 好 來講一下 鳳部長自命 我一分鐘把他結束 基本上 剛剛提個問題 其實確實 我們應該長期都在這個領域工作 所以大家提的都非常的寶貴 尤其像安全 其實最重要的一個核心價值 所以我們電動機車的部分 我在工業局做的時候 是一定要要求要符合TES 台灣eScooter的standard 所以要符合這個 我們才會去做補助 那這樣子呢 也能夠把品質做到好 品質做到好 大家才會有信心 那另外在智慧化 或者是產業鏈的推動當中 有一些中小企業需要 一些比如說做馬達 做各種的這個產業鏈 其實因為我們在推電動的過程中 其實就會要求說 這個要做升級轉型 那這個中小企業的部分 能夠做一點媒介 這個我們也會幫忙 那尤其像電芯的開發 大家很關注 我們技術處 德森兄 沒時間在這一場發言 我給大家推薦一下 他有一個A-Plus計畫 就有在支持一個電芯的計畫 我們電芯 這種是基礎技術 要一點一滴 把我們自己的技術做出來 所以這個也可以在經濟部的一些計畫 去做協助 那另外呢 在我們過去 加工部環保署 還有經濟部的討論當中 其實在前山基礎建設裡頭 交通部對於這個 充電設施的補充 也有做一些準備 那當然這個時間 就要留給我們部長 這叫做機車好朋友群組 讓部長跟我們大家來分享 謝謝大家 感謝局長積極的回應 那我們現在時間就交給我們林部長 應該有好的政策要說 我不知道面向哪一邊 不過面向前面好了 我們有時候有一句話說 你這個人很機車 我發現機車一點都不機車 如果電動化 智慧化 我相信機車在未來 萬物聯網的時代 它不只是一個交通載具 我相信它會成為 人與人之間交流跟溝通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媒介 那其實交通 我最近從那個張茂中校長 交通大學校長那邊得到說 原來交通跟感動 在古希臘是同一個字 因為有互動就會有感動 所以連結共好 這個絕對是我們人本交通的核心 以前的交通感覺就是一個工具 硬邦邦 冷冰冰 我覺得現在隨著我們5G時代來臨 這個解決到所有未來的 資通訊的問題 然後又有大數據 Big Data 又有AIoT 台灣我相信 上一波也許在世界競爭裡面 我們曾經在 這個 電腦 這個產業裡面 過去 這個立足之地 後來在網路時代我們就脫隊了 現在回來數位 時代 大家開始發現 台灣如果整合得好 機會來了 那當然這個整合都有淨和關係 政府的角色是什麼 就是把環境做好 把餅做大 不要與民真利 當然大家談到很多的法規環境 或產業創新的生態系 這個政府以前可能各自為政 我們有政委也有這個交通 我們有這個科技 這個匯報等等 但是呢 政府應該是一體 剛剛當然提到中央跟地方 我們交通部現在管太多了 管到很多交通的這個管理是地方政府的事 我說 只要跟人有關都是交通部的事 不管中央哪個部會 或跟地方政府 我們要一體的 這個才有辦法跟大家對接 這個如果沒有 說過很多政府本身就是個障礙 而不是一個促進大家發展的一個 這個很好的一個法規跟環境的一個創造 這樣的一個角色 那我剛剛簡單歸納了 因為有助於未來 其實這是第一次不會是最後一次 我們這個我們自己有自己交通部的交通科技 產業匯報的機制 今天只是個座談會 剛剛講 旅局長講 有個機車好朋友的群組 我們其實後來我們後續還要 還要各種分組 我們交通部也會驅動 很多後續的這個政策性的 不管是相關技術性問題 我們我們我們來做一個平台 那麼這裡面我覺得發現剛剛的對話裡面很有趣 除了我們跨機關跨領域 我覺得大家對於機車的想像也有跨世代的差異 就機車到底是不是它是一個功能性的 只是為了交通這樣的一個工具 還是它是一個lifestyle 是一個結合未來的智慧化的生活 我發現智慧交通是智慧城市 智慧所有的這個應用裡面 其實交通往往走在最前面 所以現在全世界都在這樣發展的時候 那我們也許要跟人家比說馬上的這個電動汽車 這方面也許我們不一定馬上有這個條件 但機車是太好了 又有我們南亞跟東協 假設20億人口 讓我們台灣超兵之後 可以去那邊去打仗 我們講的國家隊是這個 就是我們要國家隊 剛剛講到馬吉哥 國家能不能在核心技術 電池上面 要投入 這個有在做 但是大家覺得做了不夠 再有一些像充電站 是不是能夠法規充綁 讓民間也可以做 或是不是我們政府出面 讓中油台電出一筆大一點的錢 反正以後油也用的少了 中油的加油站 馬上就把它轉化成 怎麼樣就能夠充電 剛才提到還有包括我們交通部管的高速公路 什麼休息站 交流到下來的地方 是不是這個東西其實也不需要花大錢 這個法規跟整個制度環境的提供 鬆綁或者是事業 我剛剛講淡海 或我之前講在水南智慧城 一定要有一個demo site 讓大家去操兵 這個business model建立之後 眼睛一亮 我們是要基於這個 大家雖然有進和關係 但是我們希望有整和 那其他我想 補助大家很關心 是不是持續 我想大家有共識 補助也要漸進 但也不可能永遠 可是怎麼樣協助 大家把核心技術 包括電池充電站 所有這些競爭力提高 甚至我剛剛看到發問的人 也提的非常的多 那總之我想我們交通部 會扮演起一個角色 政府是一體的 我們在過去種交通管理 但是我們collect非常多的big data 我都跟我們的科技顧問士講 這一些所有的大數據的應用 如果能夠開放給民間 產學員這個是最寶貴 因為空有理論跟技術 你沒有應用所產生的這些活生生的大數據 其實就沒有競爭力 我想所有的智慧程式跟生活 也在這個應用 好我的時間已經講超過了 不過我想各位機車好朋友 今天大家那麼熱烈的參加 我們後續會啟動一系列的 我們交通部該扮演的角色 那也很感謝這個 其他部會經濟部工業局 還有公正委 他也來了 時間應該交給他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林部長 謝謝 我們謝謝林部長 也謝謝在座兩位影言人 還有九位與談人 來 我們謝謝他們 好 謝謝 謝謝我們台上 謝謝大家 麗麟 謝謝 謝謝 請先回座 謝謝 請先回座